7家最大的太阳能公司 都位在中国 以下通微 协星 还有星特 以及龙基绿能 天和光能 金奥太阳能 还有金科能源 向全球提供的能源 超过了全球七大石油巨头 中国提供的是新能源 是绿能 是环保的 是减碳的 而且已经超越了 全球七大石油巨头 哪几个巨头呢 我们去加油站会看到的啦 艾克森美孚 雪佛龙 壳牌 道达尔 英国石油公司 还有康飞石油跟埃尼 而且美国跟 美国一天到晚说 中国大陆这些太阳能公司 把价格可能做得太低了 所以一天到晚 就不让中国大陆产品进去 中国大陆发展这些 所谓太阳能源跟电动车 你知道起心动念是什么 起心动念是解决地球暖化 不就是节能减碳 美国所提出的吗 结果做得这么好 提供给全世界最好的性价比产品 美国带头反对 美国很生气啊 所以美国到底是要救这个季球还是干嘛 还是天天就跟中国大陆对着干嘛 美国我提出的你怎么可以做得比我好 中国大陆的电动车一部车 在自己国内只要卖17万 到欧洲说不能卖太便宜 我卖26万 结果呢 美国欧洲还说不行 你是什么你产能过剩 对这个是很莫名其妙的啊 你现在这么好的产品 让全世界一来享用 大家都怎么样 节能减碳 把这个地球暖化解决 结果你又不要 你还要说中国大陆产能过剩 性能好 价格低 产能越多 全世界一起受贿 有什么不好 所以就是自私自利 见不得别人好 所以呢 那怪你美国啊 美国你看这个过去啊 最反对政府补贴的 拜登做了什么事 补贴英特尔80亿美金 是 哎 美国的那街友 连饭都没得吃了 你去 你去补贴 美国这个政府去补贴 已经是最赚钱的一个公司了 补贴了80亿 你知道英特尔老板 他一年拿多少钱啊 他一年可能上亿美金的薪水 最近 波音公司的老板 CEO 几千万美金啊 他3470万美金 一年年薪 可是波音 做出烂飞机 还要靠他的政府出来替他推销 卖给今天蔡英文卖了17台波音飞机 对不对 你这个CEO拿到多少 拿到一年拿到3470万美元 所以美国现在是什么这个制度 所以美国这个国家 完全乱了套了 而且把自己的混乱 带到全世界 去整一个 替全世界解决温室气体排放 降低排放 为人类的能源找出一条出路的 尤其是在怎么样 在太阳能光电 在电动车上 取得极高成就的中国大陆的产品 然后去打压它 你说美国这个国家 到底是这个世界的祸害 还是在帮助这个世界 对没错 尤其是在这个美国旁边加拿大 他上来我们都知道嘛 他就是follow美国的剧本 美国的政策 所以最近呢就有很多的消息 比如说怎么跟进欧美啦 加拿大要向中国的电动车加征关税啦 不过说真的啦 到底中国大陆出口到加拿大的 这个电动车比例可能没那么高 等一下我们也请教李大宗教授啊 因为包含了加拿大为什么不怕 跟中国关系恶化 因为两国就没有太大的贸易额嘛 请问你的猪肉要卖给谁 而且呢包含了中国 我干嘛跟你买呢 这么远的一个地方 以及加拿大的情报局居然出手 说在北极地区 然后呢反正讲了很多啦 就是觉得说中国不可以 介入这个地方等等 好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实际面的好不好 最后三分钟的时间 欧盟的冤大头要来了 德国的经济部长哈贝克 他要仿中 仿中之前大家就已经想好了这个题目 你非得要回答的 那就是有关于欧盟要加征关税的问题 好那他一开始还说 啊我不要讲 但没办法怎么可能 好来经济部长要来讲什么呢 路透分析欧盟的贸易中心 可能从中国转向美国 但我觉得如果可以这样做的话 欧盟 德国当初就不会把重心放在中国了 他跟美国你知道吗 欧盟跟西方国家 这么的关心密切 所以这个我想听一下 那个李大冬教授的想法 以及呢有关于电动车征收关税 这个部分 最后两分钟 对哈贝克是德国的经济部长 即气候行动的部长 那他也是副总理 他是绿党的哦 因为德国目前是红绿灯政府 所以像绿党的这些 包括像外长跟他其实对于销资总理 都有很大的牵制力量 但是这一次他还是要访问中国 我是不是很相信说德国在经贸上能够很快 或是说很断然 我可以不管中国大陆的市场 这是不可能 因为过去这么多年来 中国大陆基本上是他赚取外汇很重要的国家 他不可能完全去放弃他 但是最近还是有些那种风声 或是一种趋势 比如说刚才大使所讲的这个产能过剩 产能过剩是今年的议题 去年在美中关系 即便在好转的时候 都没有人提产能过剩 对去年是国安危机 对但是今年就是在叶伦榜中之前 还有包括在拜登在一些竞选场合里面 产能过剩成为关键事出来 出来之后欧盟也喊一样的东西 所以他们还是有一些共同的厉害关系 就是产能过剩 来去做压制中国大陆的一些理由 或是大家说的是一些所谓的借口 那包括像加拿大其实也是如此 因为加拿大我觉得当然在贸易上 跟中国大陆的这个连结 完全没有像中国大陆跟德国这么的深 再加上目前的加拿大政府 这个小杜党 其实他在政策上 他比较旗帜鲜明 他跟美国靠得更近 他在很多的层面上 基本上还是跟中国大陆 公开站起来反制反对 而且提的理由大概都是比较道德式的 理念式的气候变迁 人权珠塞的东西 但我觉得德国比较没有这样的底气 因为即便是目前的销资政府 他代表社民党 但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他还是会带德国的庞大的经贸访问团 转去中国大陆 那德国的汽车工业在中国大陆还是占有很重要 中国大陆对他来讲还是很重要的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吃了两三天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睡眠的品质变好 那你知道睡得好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才认识了这个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益生菌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证实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可以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没有负担 美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 快点购618狂欢年终器 超啥优惠等你来拿 全场购物最高想10%回馈 还可用100元加购中天文创经典商品 赶快加入抢购行列 并输入推荐码 想更多折扣哦 看看怎么解开 福楼学之后 全场各位 选择rina 选择 ribbon 视频 疲 Jo